看到也有多少人想問你 既然是這樣的,同時間幫他們問了 好像戰神360的chartroom就說 怎樣看巴巴的業績有沒有收市價 有沒有機會破百? 接著有觀眾CK就說他103元有貨 業績前後可以怎樣操作呢? 先回答103元有貨 還有一個是91元有貨的 那是沮不沮不沮了? 好,這樣說的 如果你說103元有貨和91元有貨的 雖然貨的位置的價格有點不同 但我都會問一個問題 你先拿幾重倉 即是如果以投機倉的話 現在投機股票倉就絕對不建議 拿來總體資金超過兩成 非常多的了 因為就算政府也有很多的 你受不了的,肯定不 那如果你是超過這個數字 因為其實我知道很多散戶 一買第一隻就已經買了五、六成錢了 那如果在這種呢 就業績前我就反過來跟你說 尤其是成本高的位置呢 就減了好一些 就這樣聽很奇怪 剛才我叫大家罵的嘛 我的意思是你資金夠 由今年埋單到現在的數字是OK的 是有直播率的 但是那個情況呢 如果你本身已經坐到一副都是 那些就是另計的 因為很坦白說你101元左右 如果這一局是可以85元 至最差80元 可以的 那你就踩了兩成 然後你就要大貨踩了兩成 就保證你都是那天一定斬的 那與其那天一定斬 不如我早一點跟你說 走錯才好 對吧 這個是第一 那些太複雜的那些 譬如什麼買那個投資來頂一下那些 那些就不在此論 因為其實都未必會的 那都無謂搞得這麼複雜 那所以重貨100元樓上那些 就走了一半先 或者走了它才無所謂的 你就算錯過了這一局 你都可以在騰訊裡有機會追得回 但是這一局一踢了 大家例如是踢了80元就沒有守護了 那就不要搞了 那你以為91元那個 你小貨的 我覺得可能可以等下的 就是因為第一 你的本比較低一點 第二就是 即使那些不可以拿多 都是那句 拿大貨就不好了 除非你說 其實我也很多的 我只是買了300%的錢而已 那你今天坐不坐 或者混不混一些 那我覺得都可以適量地做一點 是 但是就剛才說 就是差了一個場景是80元左右的 即80元就是BABA 即80元是可以出現的 不是客人騙 是的 就是這樣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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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